《新竹縣黨部》 我們先進一段VCR再回家討論 我們今天看到新竹縣黨部 祭出黨紀 要開除我的黨籍 滿巧合的 今天剛好是我的生日 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 不過 真的 這個生日會令人難忘 永生難忘 即使陌生人之間都還有一些人性 我們之前看到說 有的人路間執行 因為生日恐怕還可以請個假 但是這個祭出黨紀 24小時之內就祭出黨紀 同志之間有必要這樣子嗎 好 這個事情齁 即將告一個段落 回顧這一段時間的分爭 紛擾 我還是問自己一句話說 我到底錯在哪裡 我從頭到尾就是堅持制度 堅持去年11月通過的初選制度 按照這樣的民主程序在走 今天看到這樣的結果齁 實在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痛心跟遺憾 好 這個過程當中 不只程序正義正義被破壞 過程當中還對我個人人格的污蔑 包括上至黨主席到地方黨部的主委 講了很多難聽的話 這個我是無法接受的 國民黨要走向一個民主法治的政黨 還有非常長的路要走 我會繼續在黨團跟國民黨的同志一起奮鬥 跟中生代的這一些委員 共同繼續監督執政黨 改造國民黨 百年的國民黨需要再起 最重要的就是要擺脫黑箱文化 派系綁架 這兩件事情如果沒有得到改善 國民黨不會好 國民黨不會好 台灣的政黨政治就不會好 因為國民黨是台灣最重要的政黨之一 我會繼續持續的努力 好 回到現場 這個林維州委員 當初的這個退黨參選的聲明書裡面 有一段話很有意思 他說我選擇以國民黨作為政治旅途上 同行的夥伴 就算被迫離開也不再加入其他政黨 仍會有理念願景的KMT的 國民黨的青壯世代結伴前行 繼續改革這個百年政黨 使他重新被人民喜歡跟支持 對照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新竹很多地方 您跟其他黨團的幾位年輕的朋友們 這些同志們的一個宣傳的一個看板說 Beta KMT更好的國民黨 更好的新竹縣林維州 現在來看真的也不勝唏嘘了 這畫面說真的也冒難過了 OK 我們立刻來為我們公布 E2的新文雲民調中心所做的新竹縣 目前選情的最新的民調 就由新文雲的民調中心來執行 執行的日文件時間是7月24號到7月26號 這幾天 那大概還是我們新文雲最特殊的 叫做紀委94的民調 50歲以上的用傳統室內電話 50歲以下的用這個我們建的 大概11萬7千人左右的一份資料庫 它裡面的人口性別行政區的分布 會跟台灣2348萬人口的分布比率是接近的 那我們在裡面再做隨機的抽樣調查 那最新的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新竹縣長的選舉的支持度 民國黨的徐欣盈是27.5的支持度 國民黨楊文科是23.6 五黨籍的林維州在現場的維州兄是18.1 民進黨政策方是6.5% 都不支持7.3% 那目前還有大概17.1%左右的朋友們 還沒有形成最後的意見 那我們來對照上一次 一對新聞所做的來看的話 這個民國黨的徐欣盈 對這個7月份 這次他明顯是有些成長 從上次的19.7%變成27.5%了 那楊文科倒是有點些微的下降 那因為上一次我們做 並沒有把這個維州兄放在這裡面 但是如果來看的話 持續的苦阻還是民進黨的政朝方 實物毫無起色了 OK 那我們來看 這次也同樣詢問了新竹縣的縣民 您認為在未來新竹縣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哪些交通建設是第一個 經濟發展是第二位了 你看有一個非常好的所謂一個產業聚落 逐科的新竹縣 事實上普遍的縣民對經濟發展 已經有相對好的條件 還認為說我還希望能夠更好一點 這是未來的地方目標 必須奮力去改善的一個地方 社會福利大概有37%左右了 OK 我們來看一些細部的一些交叉分析的部分 如果代表國民黨 這個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法說 如果國民黨就國民黨來看 如果楊文科跟林維州 你們來代表國民黨的話 認為誰的支持度比較高 楊文科是25.1% 林維州是24.0% 幾乎已經很接近了 也就是說國民黨透過所謂 當州事件之後 事實上並沒有很明顯的 把楊文科的支持度拉抬上來 他目前還跟林維州還是在伯仲之間 也就是說背後楊文科的所謂 黨中央提名的正當性 可能在一般選民的心目中 可能還有待加強 但有一部分朋友說都不支持 其他人選也有 那不知道沒有意見 那如果從一些比較細部的地方來講 年輕的選票來講的話 徐欣寅31.1% 是目前三位主要競爭者比較高的 維州兄排名第二是23.5% 國民黨提名的楊文科 相對就比較低只有17.4% OK 那比較年齡層高的部分 OK就是楊文科的強項了 OK他在這部分29.9% 贏過徐欣寅也贏過維州兄 那60歲以上的話 他更是明顯的優勢 然後有31.6%的支持度了 所以比較資深的國民 似乎對楊文科的制度比較高了 那如果政黨傾向來看的話 這個徐欣寅比較特殊 他竟然可以得到32.1%的 這個民國黨 他可以得到民進黨的支持度 民國黨的徐欣寅 可以得到32.1%的 民進黨支持的支持 那相較於政朝方當然是黨提名 39.3% 但是說實在有稍微沒開 黨提名的人還輸給一個民國黨 而且傳統的立場上 比較偏藍營的民國黨徐欣寅 那如果以國民黨來看的話 楊文科54.9%是最多 那維州兄是17.2% 但是不支持任何政黨的這種 所謂新興的台灣的一種政治勢力 不藍不綠 有點白甚至有點開水無色 甚至無端無牌 無錢買菜的部分 看得出來 維州兄這分是有相對比較高的展獲 那以區別來看的話 竹北當然是人口最多的一個地方 徐欣寅35.9% 楊文科24.7% 維州兄稍嫌有點弱勢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補充的是一些民間的 一些所謂預測機構 他把各家的媒體或是一些學術單位所做的民調 再整合一些其他包括網路的露出度 新聞的強度等等 做一個綜合性的指標 他預測了今年年底的這個 如果以目前這樣的選情來看 他認為徐欣寅的當選率大概是63% 林維州是30% 楊文科國民黨提名的大概只有7% 這是7月25號做的 他的總和的指標顯示 政朝方竟然小於1% 那這部分他還多一個叫做選情指數 是把包括Google上面搜尋的熱度 包括一些相關民調機構所做的 預測市場的平均值等等 把它加總做一個叫做選情指數 徐欣寅305% 那這個林維州251% 那這個楊文科202% 那鄭朝方140% 他如果用當選舉例來行為的話 鄭朝方機會很低 楊文科有機會 徐欣寅跟林維州他認為 機會均等 很有意思喔 為什麼機會均等 代表裡面可能會有 說不言可喻的未來的 可能的淨和上面的替代關係 OK 詩妮怎麼看這個很多家的民調 很有意思 我覺得新竹縣的這個狀況 其實整體而言就是 國民黨真的有點大傷啦 特別是對 吳敦義主席 和整個黨的形象 其實都有嚴重的傷害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委員的這個 被開除黨籍 然後要參選到底 會不會反而就造成了 最後如果啦 因為選票現在看起來 比較多的是藍之間的選票 要在互相的拉扯流動 如果到最後 國民黨的也沒上 然後這個到最後 可能委員也 對這不要預測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國民黨的沒有血上的話 會不會 會不會反而變成國民黨 怪罪的一個對象 就是使得你未來的政治更難走 就是你就是那個破壞 還有一句話 剛剛我講了 就國民黨現在採取的策略 就拼命講 8月31號以前 林維州還有機會被收掉 那這個對林維州很傷 所有的人 包括民進黨的一些不滿的 包括國民黨的期待的 都在等 除非他登記了 這個民調整個會上來 是 他不登記 人家認為說你到底登不登記 OK 這個很嚴重的傷害 這也是 吳敦毅大概指示下來的策略 那最後如果是 徐新穎選上 也正好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這些 他們還是有一套戰略 縣長這個徐新穎上次 我訪問他跟他弟弟 那個時期也在 他親口在這邊講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跟他分別有四次的接觸 國民黨跟他講過四次 民進黨跟他講過四次 但他沒有具體講說 是國民黨的哪四位 或是哪一個人跟他四次 他沒有講 民進黨沒有講很清楚 那您認為 徐新穎在這裡面的 兩邊都很像 對我都有特別的某種期待 所以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在當選機率上面 會認為他們是旗鼓相當 就是說這裡面有很多複雜的 不言可言的淨和關係 您的分析是怎麼樣 這個很簡單 徐新穎有找過 是 也跟我談過 那我不曉得算不算 他四次裡面的一次 算不算民進黨 對 那我跟他講 以目前不太可能 是 而且他最大的問題 你說廟天廟禪 宋七立 在新竹 哇 這個東西 你是要政教合一呢 還是要做什麼呢 縣長 他們姐弟最新的新聞是 都退出這個基金會 廟天的基金會 我告訴你 這絕對是策略的假切割 因為我跟他講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不會黨選 是 他後來又來跟我講 他用五黨籍啊 只有20%上下 然後他用 不是 用民國黨 民國黨 只有20%上下 結果他改用五黨籍啊 結果有25%咧 那我不曉得真的假的 他來告訴我 那表示說 新竹人啊 這麼保守 這麼善良啊 大家省吃減用去供養 供養這些人 拿來搞政治 這個東西真的 這個東西 孟凱也不敢笑 很不堪啦 現場火力很強啊 然後 然後 不是啦 然後這個東西 吳敦義圖了什麼 是 他圖了什麼 他跟薛明志 跟廟天之間 有什麼關係 被人家講成這麼 這麼權謀 這麼糟糕 那 如果 有一天 大家了解了說 是這樣子 他們嫌棄林維洲 維洲沒錢啊 包括 國民黨有一些人 來跟我講 他說維洲沒有錢 那選鄉鎮長選這些 要怎麼配合 那這個東西 所以我講 那天我也聽人家在這邊 私底下講說 你已經開始在借錢 說雙計 兩草不足 這個東西啊 國民黨選舉 那沒有糧草 那絕對不能打 那所以 我說 他也同意說 學習黨外的精神 當年我們怎麼去拚命 我們怎麼去 創造這個價值 所以這個東西啊 整個會變 但是現在 誰也幫他不了 在目前的民調 唯有他登記以後 發誓都沒有用 一定是登記以後 才有辦法 OK 是